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宏大的综合性博物馆 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四大博物馆之一 大英博物馆藏品有800多万件 覆盖了人类200多万年的历史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所有的文明帝国王朝 因为空间有限和一些特殊原因 99%的藏品都未能公开展出 众所周知 大英博物馆里主要的藏品来源 都是英国在18至19世纪 对外殖民和扩张所得的 大英博物馆因为宝贝太多 所以也经常被倒 今天要介绍的这30件 真史诗级别的镇馆之宝 会带你走进史前文明 苏美尔文明 古埃及文明 来到亚述帝国 古希腊 波斯帝国 古罗马 古印度 以及大天朝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蓝色星球上 无与伦比的人类盛宴吧 这件牙雕作品 是1866年在法国南部城市 蒙塔斯特旅挖出来的 属于马格德林时期 也就是第四季 冰川期末期的重量级艺术品 1887年 大英博物馆在银行家 亨利·里克斯蒂的资助下 以当时500英镑的价格 从法国人手中购的 从此也就来到了大英博物馆 13000年前 冰河时代的人力艺术家 在蒙马象牙上 雕刻了一熊一死两只驯鹿 此鹿在前 雄鹿在后 他们抬着下巴 鹿角朝后紧贴着身体 呈现出游泳渡河的姿态 能雕刻出如此逼真 有神的驯鹿过河 说明13000年前 这位来自冰河时代的大师 平日里肯定做了 大量和雕刻有关的 研究和练习 冰河时期 如此细腻的雕刻作品 从生活层面上来说 根本没什么卵用 所以这绝对是一件艺术品 13000年前的这件牙雕作品 如今放在恒温箱中 很少移动 因为可能稍不留神 瞬间便会化为灰烬 1927年 大英博物馆资助英国考古学家 伦纳德·伍利爵士 在乌尔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式挖出 与那些搜刮来的不同 当时的考古发现 伊拉克政府与英国政府 进行了协商分配 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 曾多次前往考古线上 收集灵感 并写下了非常著名的古墓之谜 乌尔军旗并非是一面旗帜 而是一个小木箱 因为发现的时候 感觉这些画面像极了旗帜 所以便随便取了个名字 关于这个木箱的具体用途 至今未解 6000年前 苏美尔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 建立了人类最早的一批城市 大名鼎鼎的先知 亚伯拉罕 就是来自苏美尔的乌尔城 乌尔军旗出土的时候 早已残缺不全 是文物工作者修复成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乌尔军旗上面的图案是由贝壳 红色石灰岩 以及青金石构成的镶嵌画 整个图案分为和平面与战争面 和平面 第一层描绘的是国王和贵族们正在举办一场派对 大佬的头为了彰显地位都已经戳破了天花板 最右侧一位乐手弹着李拉琴 还有一位歌手正在涌唱 第二层和第三层描绘的是人们正在排着队 争先恐后的准备献上贡品 战争面 第一层描绘的是戳破天花板的国王 正在士兵的陪同下巡视战俘 第二层描绘的是装备金狼的乌尔士兵战斗的画面 第三层是描绘的战争胜利后 乌尔士兵驾战车而归 并且车轱路下还碾压着敌人 也就是说4600年前 苏美尔人就已经发明了轮子 并且完美使用了 战车在古代一直都是地位的象征 所以后世的各位大佬们 都喜欢在自己的陵墓里用战车来彰显身威 现在回想一下咱们中原大地上 大佬们的陪葬车马坑 那必然是标配啊 1927年 除了乌尔军奇的发现 第五爵士在乌尔古城遗址 还发现了五块乌尔游戏的游戏泥板 以及几枚正四面体的头子 在后来的发掘中 伊拉克 伊朗 叙利亚 黎巴嫩 斯里兰卡等等地方 都发现了这样的游戏棋盘 土坦卡门的墓中 也发现了四个与乌尔游戏非常相似的游戏版 也就是说 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最流行的一种游戏 说不定每年还会在各地举办对抗大赛 最后决出一个总冠军呢 这些游戏泥板上的图案 同样是用贝壳 红色石灰岩 以及青金石镶嵌而成的 不过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直到1990年 大英博物馆的欧文·芬克尔 翻译了一块来自公元前177年的 先行文字泥板 成功破译了乌尔游戏的玩法 乌尔皇家博弈棋 可以称得上是所有桌游的祖先 它的玩法类似于现代的跳棋或是双路棋 玩法不但需要策略还需要运气 具体的玩法大家可以自行查阅 罗塞塔石碑是打开古埃及文明大门的一把密钥 1798年 拿破仑带着两万多名士兵 加167名选者远征埃及进行搜刮和研究 1799年 一群法国士兵在罗塞塔镇附近强化防御工程时 一不小心撞倒了一堵墙 里面爆出的装备 正是这间大英博物馆排名第一的史诗级罗塞塔石碑 后来英国人追着拿破仑来到了埃及 抢走了原本属于罗浮宫的镇馆圣物 并把这件圣物放在了大英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 拿破仑的这次远征让全欧洲人都不爽了 因为他们没想到在古希腊文明诞生的几千年前 古埃及文明早已辉煌到可怕 2500年前 作为四大古文明的古埃及灭亡后 就此被人遗忘 这片土地最终成为了一个阿拉伯国家 古埃及文明的象形文字 是目前人类发现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比中华文明的甲骨文早了近2000年 罗塞塔石碑上面雕刻了三种文字 第一种是象形文字 也被称为圣书体 第二种是通俗体 圣书体与通俗体的关系 就像咱们的繁体与前体 第三种文字是希腊文 因为当时统治埃及的是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王朝的第一任法老托勒密一世 其实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会下的一员猛将兄 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 希腊语同样也是埃及的官方语言 识别上计数的内容 便是法老托勒密武士在自己即将登基后需要颁布的新阵 也就是说只要照着翻译便可以就此破译古埃及文字 从而打开神秘的古埃及大门 这些有着太阳蛇鸟等等元素组成的象形文字 从逻辑上来看肯定会和中文一样属于象形表译 然而经过多年破译根本找不到思路 后来已经开挂成功的托马斯扬过来说 让我瞧瞧直接找到了重大突破口 188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伯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终破译 原来这些象形文字根本不是表译而是表音 从此之后现在人类终于找到了通往神秘古埃及的第一把密钥 破译成功后商伯良前往埃及进行考察 并劝说阿拉伯人一定要保护好古埃及的这些神迹 但是他们并不在意 后来埃及政府为了感谢商伯良对古埃及所做的贡献 特意送了一座坊尖杯给发货 如今你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上便可以见到 1820年 英国私下赞助希腊探险家乔瓦尼前往埃及寻宝 乔瓦尼在尼罗河西岸挖掘到了内巴蒙的岭幕 然后用极其粗暴的方式割下了他自认为最漂亮的部分笔画 一共11块并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不过乔瓦尼至死都没有透露内巴蒙岭的位置 所以内巴蒙岭所在的位置里面还有多少宝藏 变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内巴蒙是一位生活在古埃及第18王朝的神职公务员 专门负责记录老百姓给神供奉财物的数目 古埃及的绘画几乎都是扁平风 目的不在于美 而是在于记录展示大量信息 内巴蒙牧师的壁画 打破了古埃及千年不变的传统艺术手法 那是因为古埃及的15和16王朝 统治者为来自亚洲的西克索斯人 在他们的统治下 古埃及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也致使艺术产生了新的融合 再加上小小公务员内巴蒙并非皇室人员 所以导致他的牧师里 有着非常不埃及又极其丰富生动的壁画 将死后世界看得比生前世界还重要的古埃及 内巴蒙牧师的壁画 被认为是古埃及残留至今最伟大的壁画 1899年弗林德斯·培特爵士 在埃及考察卡红城遗址时 挖到了一个陵墓的陪葬室 在里面发现了这本《死者之书》 然后将携带到了大英博物馆 从此成为大英博物馆的质保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 尼罗河中游 曾有一座无与伦比的都城迪比斯 公元前1275年 迪比斯的皇家超选员阿尼和他的妻子图图 用草沙纸制作了这份近24米长的死者之书 所以这本《死者之书》又被称为阿尼的《死者之书》 是现存最完整的《死者之书》版本 这卷《死者之书》上最著名的 就是称重死者灵魂的场景 画面上已去世的阿尼灵魂被放在天平的一端 另外一端放着的则是正义女神马特的羽毛 阿尼和他的妻子站立于左边 坠坠不安的看着 人头鸟8正在静观整个仪式 死神阿努比斯正在调整天平上的精确度 书记官托特 正在等待记录称重的结果 而主持整个仪式的正是冥王奥西里斯 古埃及人的观念中 灵魂和羽毛一样轻盈 坏事做多了 灵魂便会变得沉重 当衬宝石平衡时 说明这颗星善良没问题 死者的灵魂将进行下一步复活仪式 超重的话 守护在天平一侧的魔鬼阿米特就高兴坏了 称重者的灵魂就是他的美餐 超长的阿尼死者之书里 除了记载了阿尼平生事迹以外 最神秘的部分 便是暗藏有详细的死者复活指南 也就是说 死者之书其实就是一本来自古埃及的复活攻略书 拿破仑远身埃及时 曾到了拉美西姆神庙 一眼就看中了这件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 便想把它运回洛夫公 但是无论如何都搞不定 这件雕像右胸口的小圆孔 正是拿破仑当年留下的 后来英国人雇佣意大利考古学家贝尔佐尼 利用液压系统才撬动雕像 然后雇佣了上百名埃及工人 将雕像运至尼罗河旁 随后搬上邮轮抵达伦敦 从此成为了英国人的东西 早在公元前5450年 古埃及文明就已经初步形成 古埃及所有法老中 第十九王朝的法老 拉美西斯二世开启了新王国时期的最强埃及 拉美西斯二世统治长达67年 生了100多个儿子和50多个女儿 拉美西斯二世日常最喜欢干的事 便是用神话来包装自己 他远真如今的叙利亚 与当时的另外一位霸主 赫提帝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卡迭时战役 自己差点被抓 最终以和解收场 拉美西斯二世回国后 疯狂宣传自己是如何征服对手的 并在大量神庙的壁画中 刻下自己帅帅的模样 除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置件 三米高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以外 你要是前往埃及阿斯旺以南 著名的阿布辛布神庙 会在神庙的门口 见到几座高达20米的超巨大 拉美西斯座像 如此巨大的雕像 那可都是3000多年前建造的 1849年 英国考古学家亚莱德在伊拉克的尼尼威遗址 发现了一座来自2500年前的巨大图书馆 图书馆内有3万多本尼板书籍 而上面的文字 正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 楔形文字 这座图书馆便是亚述帝国国王 亚述巴尼巴所建造的国家图书馆 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的统治结束后 美索布达米亚又诞生了强大的亚述帝国 亚述帝国以残暴之称 亚述帝国的国王亚述巴尼巴 自称为世界之王 因为亚述帝国不但统一了整个美索布达米亚平原 还曾经将埃及 叙利亚 巴勒斯坦都收入囊中 整个帝国的总人口接近690万 占世界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座图书馆中藏书领域非常广泛 包含医学 哲学 天文学 数学等等 这件大洪水泥板便是来自这座图书馆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蝎型蚊子泥板 总数达到惊人的13万块之多 西方学者用近400年的时间 几乎将蝎型蚊子完美破解 大洪水泥板上面用蝎型蚊子记录的 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 吉尔加美蛇史诗里的一个篇章 讲的便是神让一个男人 在大洪水来临之前 修传携家眷和一对动物避难的事情 正是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故事 而这件泥板制造的时间 可远远早于圣经的创作时间 外星生物创造论的第一人 撒加利亚西勤 也是从泥板中通过解读蝎型文字 发现了来自尼比鲁星球的阿努纳奇 创建了人类文明 并写成了它最著名的地球遍天史 大英博物馆 是收藏亚述帝国文物 最多且最全的地方 这些劣势图的浮雕图案 他们原本都是镶嵌在亚述帝国首都 尼尼威王宫的墙壁上面 描绘的是霸主亚述巴尼巴 在竞技场进行的猎狮活动 所以也被称为猎狮图 亚述的国王们 有着严重的猎狮癖 据说亚述巴尼巴 一生中一共杀死了五千头狮子 圣经中便记载了亚述帝国首都 尼尼威被称为狮子的巢穴 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这些猎狮图 完美记录了亚述巴尼巴的猎狮癖 这些猎狮图为了彰显亚述巴尼巴 如同神一样的英勇无畏 所以他的表情几乎都是一样的扑克脸 而被狩猎的每一只狮子则是逼真扣法 从表情到动作到神态 都完美地展现了当时工匠们的逆天雕刻记忆 这是一件来自古希腊时期 十分流行的黑土桃酒器 主要产地是当时的阿提卡半岛地区 1971年 大英博物馆从英国一位神秘收藏家手中购的 酒器高71.5厘米 分为陈器和高足托 器身上绘制的图案 正是神王宙斯将海洋之神特提斯 下架给凡人瑟萨利国王佩留斯 众神乘坐战车前来赴宴的场景 第一辆战车载着宙斯和赫拉 第二辆是波赛东和安非特里T 第三辆是赫尔莫斯和阿波罗 第四辆是阿瑞斯和阿弗洛提 这是希腊神话中最为著名的婚礼 佩留斯和特提斯后来生下了 在特洛伊战争中知名度极高的英雄 阿嘎留斯 其身上的古希腊文字 表示这件陶器 正是当时著名制陶大师 索菲罗斯亲自制作的 帕特农神庙 始建于公元前447年 是古希腊文明的象征 未成最重要的主体建筑 原本位于帕特农神庙上面的 帕特农浮雕 创作于古希腊最辉煌的时期 属于西方美学的巅峰 是由古希腊著名调刻家 菲迪亚斯主持完成的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修西底德等等 都生活在那个年代 属于绝对的重心云集 1801年 英国的埃尔金伯爵 用非常野蛮的方式 强行拆下了帕特农神庙上 近一半的浮雕 然后运回英国 1817年 大英博物馆将这批浮雕 全部买下 成为了大英博物馆的 史诗级正观之宝 当然 如果不是埃尔金伯爵 这批浮雕很有可能 被当时统治希腊的土耳其人 直接拆了盖房子 大英博物馆里 帕特农浮雕最精美的部分 便是命运三女神浮雕 古希腊人最大的特质 便是理性 他们生性万物 都是建立在规则与秩序之上 而神就是扯淡 帕特农神庙整个建筑都呈现出 完美的黄金比例关系 而命运三女神浮雕 这三个人物之间的排列关系 身体结构 都充斥着精美复杂的数学关系 完美呈现了古希腊的艺术精髓 如今 当你来到雅典卫城博物馆参观时 工作人员都会让你填写一张表格 其内容便是是否支持希腊 向英国讨回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 1877年 在塔吉克斯坦的阿姆河北岸 当地居民六湾时 一不留神发现了一堆金橱制品 居民们开心坏了 准备拿去融了换钱 当时英国的考古学家 亚历山达·坎宁安正在四地 然后将绝大部分全部买下 其中包含近180件经营器 和200多枚硬币 以及这件西式珍宝 这些宝贝都是来自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 也被后人称之为奥克瑟斯宝藏 目前这批珍宝都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波斯帝国也就是如今伊朗的前身 在当年内可是世界上 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 整个疆域从东面的帕米尔高原 一直延伸到西面的利比亚海岸 跨度长达5000多公里 而那个时候 希腊只不过是一群小城邦 中国则处于春秋争霸时期 奥克瑟斯的双轮战车模型只有7.5厘米高 虽然小 但模型上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非常的细致 这辆战车由四匹马拉着 战车的前方有一个头像 这是古埃及的日常守护神贝斯 车上有两个人 站着的是马夫 坐着的便是主人 他们的穿着是米底人的造型 而在当时 古埃及和米底这两个国家 都已经被波斯帝国给占领 将别国的文化融入自己 这件战车模型便是最好的证明 印证了当时波斯帝国的无所不能 莫索拉斯陵墓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是公元前四世纪 波斯王朝的地方总督 莫索拉斯为自己建造的陵墓 莫索拉斯陵墓有45米高 底部由巨型石台组成 上面由36根爱奥尼亚柱子组成 陵墓的最上方是一个类金字塔的造型 顶端有一座近6米高的司马战车雕像 驾驭这样战车的正是莫索拉斯夫妇 莫索拉斯陵墓在世界建筑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 如今我们在一些非常著名的现在建筑上 都可以见到莫索拉斯陵墓上的形式和结构 莫索拉斯陵墓在历史上存在了1800多年 15世纪圣约翰骑士团来到了伯德鲁姆 为了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大军 他们强行拆除了莫索拉斯陵墓 用所获得的食材在海边修筑防御性城堡 也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伯德鲁姆城堡 而那些没用的浮雕和雕塑则被扔到一旁 19世纪 英国人从土耳其政府手中买下了这批没用的石雕 随后英国人对莫索拉斯陵墓遗址进行了一次深度挖掘 又出组了一批石雕 然后一起运回大英博物馆 莫索拉斯陵墓的建筑风格并非希腊风 但是它上面所装饰的浮雕和雕塑 却是完完全全的希腊风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 当年大部分都是希腊人的殖民地 并且莫索拉斯本人也是一个古希腊控 所以他当时邀请了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们进行操刀 这些大咖中最出名的 便是贝尔维德尔的《阿波罗雕塑》的作者 大名鼎鼎的莱奥卡雷斯 现代英语单词中 陵墓一词正是来自莫索拉斯陵墓的直译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些莫索拉斯陵墓上的浮雕 与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 都属于地球文明中同一重量级别的质保 1910年 英国考古学家加斯顿在麦罗埃古城遗址进行考古时 在一座神庙的台阶下 无意间挖到了这件奥古斯都青铜头像 凯撒被暗杀后 他的义子盖乌斯乌大维上尉 成为古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 奥古斯都就是罗马元老院授予乌大维的尊贤 以确认他拥有无上特权 古罗马帝国最鼎盛的时期 同样也是横跨亚欧非三大洲 乌大维结束了古罗马近500年的共和国历史 开启了帝国时代 并且结束了帝国的长期内乱 开启了近200年的和平时代 奥古斯都头像正是他30岁的模样 古罗马的元首们非常喜欢为自己建立雕像 其中乌大维的雕像最多 但是之前头像的发现地并非在古罗马境内 而是在非洲的麦罗埃古城 公元前31年 乌大维占领埃及后 便在埃及境内摆放了很多自己的雕像 树立自己的个人品牌 当时的古埃及有个死对头 库斯王国 公元前25年 埃及与库斯又开始干架 库斯成功侵入埃及南部 为了炫耀 便把当地的奥古斯都青铜像的头砍了下来 当做战利品带了回去 并且还放置在自己神庙的台阶下面 让所有的国人都踏着奥古斯都的头进行祭拜 正因为如此 这件青铜头像被一直埋在干燥炽热的沙子里 所以保存得非常好 如今你依旧可以清晰地看见玻璃做的瞳孔 以及方解石做的眼白 波兰特花瓶 是古罗马浮雕玻璃艺术的绝响 浮雕玻璃制作工艺极其复杂 一万只成品里面才会有一只真品 后来随着朱利亚克劳迪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去世 浮雕玻璃的记忆也随之消失 古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的墓室 被雨水冲垮后 盗墓贼瞬间赶到 偷走了这件宝贝 从此波兰特花瓶颠沛流离 被转卖多次 后来成为了巴贝利尼家族的收藏品 1784年 著名的古董收藏家波兰特公爵夫人 买到了这件期盼已久的珍宝 1810年 第四代波兰特公爵将这件花瓶 借给大英博物馆永久展出 1845年 一位22岁的爱尔兰小伙喝得烂醉 他冲进大英博物馆 直接把波兰特花瓶摔得心碎 专家们都震惊了 拼到最后 发现竟然少了37片 1848年 大英博物馆收到一个大纸箱 小心翼翼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那缺湿的37片碎片 专家们欣喜若狂 连夜加班 复原花瓶 波兰特花瓶 深蓝色的瓶体 犹如静谜深邃的大海 瓶身的白色瓷柚 描绘的依然是佩留斯和特提斯的婚礼 如今你要来到花瓶面前细细观察 爱尔兰小伙制造的裂痕 还是清晰可见的 释迦摩尼去世后的500年内 佛的教义 是极其反对偶像崇拜的 所以佛教徒一直以来 都是以象征物来代表佛陀 比如菩提树 佛塔 莲花等等 建陀罗地区 位于当时古印度与外部交流的交通要道上面 如此的兵家必争之地 也就导致波斯人 帕提亚人 亚历山大大帝都曾经占领过 公元一世纪 建陀罗地区成为了贵双帝国的国家中心 贵双帝国极力推广佛教 因此 建陀罗地区也就成为了当时佛教信仰中心 因为建陀罗地区远离恒河流域 又是丝绸之路的核心路段 再加上公元前四世纪时 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将古希腊建造雕像的习惯也带了过来 也就导致建陀罗地区打破了不准偶像崇拜的习俗 让佛陀造型的雕像在这里诞生 你仔细看这间建陀罗佛陀坐像 会发现从鼻子 脸型 头发 以及衣装都有着明显的古希腊元素 不过佛像的首饰 坐姿 以及眉间中的白豪 是属于古印度的本土文化 也就是说 这是一件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产物 这样的佛造像 最终顺着丝绸之路也来到了中华大帝上 云刚石窟里的云刚大佛 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建陀罗风格 直到唐朝 佛像才完全中国化 成为了符合天朝人审美的模样 大英博物馆里的这尊建陀罗佛陀坐像 被认为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佛像之一 在印度 有超过80%的人信奉的是印度教 印度教起源于婆罗门教 虽然婆罗门教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里面的种姓制度保留至今 种姓制度将印度分为四个阶层 第一阶层婆罗门 这一层的人可以说干什么都是对的 第二层沙地利 释迦摩尼就是沙地利阶层 第三层废舍就是普通老百姓 第四层守陀罗就是奴隶 除了这四层还有最底层的贱民 也被称为不可接触者 最可怕的是种姓制度是世袭的 你只有通过不停的做好事 才有可能在下辈子进行种姓升级 这就是印度教的轮回 而尸婆掌管毁灭也就是掌管轮回 所以在印度教中人气最高 印度教中有三位核心大神 凡天掌管创造 皮尸奴掌管维持 尸婆掌管毁灭 他们都是男的 并且都是有妻有子 尸婆拥有三只眼睛 脖子上挂着一条蛇 四只手臂 一手拿着三叉戟 一手拿着骨 头发与依赖完全散开 脚底踩着一个小胖子 然后在火源圈中翩翩起舞 被踩在脚底下的小胖子是恶魔阿帕萨玛拉普 象征无知 阿帕萨玛拉普认为自己是宇宙第一 跑去和尸婆单挑 被尸婆一巴掌打 尸婆为了消灭无知 便把他踩在脚下 火焰圈则是象征着宇宙从诞生到毁灭的轮回 当尸婆开始跳舞时 睁开双眼 代表他跳的是创世之舞 闭着双眼则是在跳毁灭之舞 瞇着眼睛则是躺平之舞 史蒂芬霍金表示 欧洲盒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发现的上帝粒子 很有可能会毁灭整个宇宙 而中心的广场上 正树立着印度政府2004年时 送的一座尸婆雕像 1899年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英国上尉约翰逊将这幅女史侦徒盗走 约翰逊得到这幅画之后哭了好久 因为他感觉自己吃了大亏 只捞到一幅破话 于是以25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欣喜若狂 然后便开始了他们的骚操作 对他们而言 画就应该一幅一幅独立装表 所以他们根本不懂 作为卷本的女史蒸图 是需要慢慢展开一点一点欣赏的 自然也不懂画卷上的提拔 觉得太难看了 一定要切掉 于是他们使用了日本屏风的修复手法 硬生生的将女史蒸图切割成好几块 然后装表在木板上 随着木板逐渐开裂 女史蒸图被虐得惨不忍睹 最后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终于gap不住了 请来中国专家团才阻止这件国报继续恶化 女史蒸图的原作者顾凯之 正是中国画作刘明的第一人 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画祖 所以女史蒸图也被称为中国绘画的老祖宗 不过这幅女史蒸图属于唐代魔本 并非顾凯之真迹 当然也是公认最完美的一幅眼评 被历代帝王珍藏 尤其是张总乾隆 在上面足足敲了37个章 还亲自添了一朵兰花 女史蒸图是现存已知中国最早的训事题材卷本画 关于女史蒸图所描绘的具体内容 未来会在大英博物馆华夏专题篇的时候再进行介绍 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专门的房间 被命名为斯坦英密室 密室只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开放 哪怕你是社会名流 首相主席都不允许进入 所以普通的中国公民更无缘参观 斯坦英密室里除了那数以万计的敦煌出品 基本不会展出的女史蒸图正是藏在里面 这里正是大英博物馆专门藏匿中国宝物的宝库 斯坦英分别四次前往中国 分别在木吉托古亚遗址 田国故都遗址 尼亚遗址 安德岳遗址 楼兰遗址 罗布泊米卵遗址 敦煌附近一堆风碎遗址 墨高窟藏金洞 叶拉基遗址 圣木山遗址 黑水城遗址等等地方 掠夺盗取文物不计其处 其中第二次前往中国 欺骗王道士 从他手上购得敦煌570卷珍贵文物后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吸收斯坦英成为会员 并授予他绝世勋章 王源璐 蒋孝婉 斯坦英 敦煌 莫高窟 这些魂牵梦银的每一个字 未来会在介绍敦煌博物馆与 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专题片的时候 再进行详细介绍 说到三彩 大家最为熟知的便是唐三彩 辽太等身三彩罗汉象 属于辽三彩 辽三彩是辽代生产的 低温彩色又陶制品 继承了唐三彩的优点 工艺更加成熟 1912年 德国古董商贝尔契斯基 在北京的一个古玩店闲逛时 发现一尊如同真人大小 精美绝能的辽三彩罗汉象 直接被震惊到了 贝尔契斯基正准备掏钱 店家告诉他 这是一个日本人放在店里修复的 不能出手 小鸡花重金向店家 打听辽三彩罗汉象的出处 正是河北一线 他立马赶往一线 假装到这里修养 其实每天都在山奥里寻找 当地官员得知消息后 开始坚守自导 表面上不允许买卖 暗地里则联系小鸡 最终 贝尔契斯基供获得八尊罗汉象 然后将他们高价转卖至全球各地 根据我国记录 辽三彩罗汉象一共有16尊 其中5尊被损毁或下落不明 剩余的11尊 除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一尊以外 美国各大博物馆 共藏有6尊 俄罗斯东宫一尊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一尊 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馆一尊 以及日本私人松芳信次郎收藏一尊 而在天朝 目前一尊都没有 大卫对瓶 有近半米多高 整体是有龙形花纹 瓶颈的把手为象形 瓶声有一段非常清晰的题字 意思是治政11年 信州路玉山县一个叫张文静的人 委托烧制了这对花瓶 然后供奉于寺庙 用来保佑全家平安 治政11年 正是元朝的年号 民国时期 古董商们一致认为 元代没有清花瓷 再加上瓶声有点歪 所以这对花瓶妥妥的艳品 1935年 来自英国的大卫爵士 将这对花瓶买下带回英国 随后 欧美的各路古陶瓷学者 将大卫对瓶与土耳其和 伊朗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的清花瓷 进行对比研究 鉴定这正是元清花 从此 大卫对瓶改写了清花瓷的历史 成为后人断代标准 元清花的神器 清花瓷是中国瓷器流行的 一个品种 然而它的起源 并非源于华夏民族的审美 而是穆斯林 因为蓝色是伊斯兰教的主色调 在元朝 超过100万的穆斯林 在中国经商 是他们最先向景德镇 定制了清花瓷 当时的天朝子民们 根本不可能喜欢 这也就导致 为什么元代的清花瓷 极为稀有 目前收藏最多元清花的地方 是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 其次便是伊朗国家博物馆 在中国 清花瓷的真正崛起 是因为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选定了清花瓷 作为皇家祭祀 以及御用专属 所以在天朝的典籍中 关于清花瓷的记载 大部分都为明朝 而对于元清花 几乎没有任何记载 东汉时期天朝人就已经 烧制出非常极品的瓷器了 欧洲人造不出来 又疯狂的喜欢 所以会花重金进行采购 比如太阳王路易十四 他曾经要把自己的金银餐具 全部容了 就为了凑钱买中国瓷器 还有萨克森国王奥古斯二世 直接疯狂到用600名士兵 去交换151件景德镇的清花瓷 1882年 英国考古学家 阿尔弗雷德·莫莱斯 来到玛雅古城亚斯奇兰探险 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玛雅文物 这件玛雅宫廷放血仪式浮雕 是在一个建筑遗址的门楣上发现的 然后他用极其野蛮的手段 整块切割下来带回英国 所以直到现在 墨西哥一直向英国追讨这件文物 玛雅最出名的 便是2002年的那场预言 当然我们在介绍 两组博物院的时候 也提到了玛雅文明 与两组文明之间的可能性关联 玛雅人有着先进的文字 天文以及历法 还有他们非常著名的卡斯蒂略金字塔 公元800年左右 这个长达3000年的古文明 突然消失 留下的只有密团 这件玛雅浮雕 描绘的是玛雅的顿豹王和他的王后 正在进行一个神秘的放血仪式 来敬献神灵 其中顿豹王的头上 有一行玛雅文字 分别描述了仪式的时间和人物 跪着的王后 拿着一根带刺的绳子 戳自己的舌头 获取最高贵的血液 因为只有纯正高贵的血液 才拥有祭神的资格 而祭祀的神 正是玛雅文明中的主神 鱼蛇神 当然 一个从没用过铁器的玛雅文明 又是如何雕刻出如此复杂的浮雕 这也是一大谜团 阿兹特克文明 1521年被西班牙人所毁灭 这件来自阿兹特克文明的双头蛇 蛇神由2000多颗绿松石马赛克拼接而成 绿松石这种材料 对当时的阿兹特克人来说 可是比黄金还要贵重 是通过贸易换来的 双头蛇的牙齿 则是用来自海洋深处的海菊 隔贝壳做成的 蛇在古代的美洲属于神灵的象征 比如羽蛇神 火蛇 地母神等等 并且蛇的意义都是和水源 繁殖 生育 重生 变化有关 并非是什么邪恶元 1521年 西班牙军事家克尔特斯带领军队抵达墨西哥 并与阿兹特克国王见了面 国王误以为克尔特斯是羽蛇神的后裔 后面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被西班牙人 以为平地 再加上当地居民根本没有免疫力 导致天花肆虐 十年之内95%的原住民全部死亡 阿兹特克文明就此灭亡 印加帝国建造了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马丘比丘 那严丝合缝的建筑至今未解 如此不可思议的印加文明 1572年毁于西班牙人的入侵 这件金羊驼十分的迷你 是用金箔制成的 高度仅仅只有5.6厘米 金羊驼昂首站立 双耳高树 目视远方 仿佛在警惕着危险 屁股后面挂着短小的尾巴 嘴角扬起得意的微笑 可以说把羊驼那呆萌的神情刻画得生动无比 安地斯山脉这里没有马匹 但是拥有数量极多的羊驼 在这里 简直就是羊驼爱好者们的天堂 羊驼看上去呆萌 却有着惊人的高海拔生存力 耐寒力 以及高超的载重力 印加人依靠羊驼建立了南美最强盛的印加帝国 1524年 西班牙一个字也不认识的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带着100多位同胞来到秘鲁探险 发现大量黄金 又32年 皮萨罗率领200名不到的侵略者 向600多万人口印加帝国发起攻击 皮萨罗用了火枪 印加人用的是弓箭与长矛 然而就这200不到的西班牙人 成功击溃了印加帝国 并且活捉了印加皇帝 作为人质 让印加人源源不断送来黄金 最后背信弃义杀了印加皇帝 1540年 西班牙人再次入侵 致使病菌散播开来 导致90%的羊驼死亡 印加子民在皇室的带领下 持续抵抗西班牙殖民者 直到1572年被最终消灭 印加帝国 他们崇拜太阳神 黄金是他们的寿物 西班牙人带走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所以这片土地上 依旧流传着黄金国的传说 关于这处宝藏 未来会做专题片 1722年 荷兰探险家雅各布·罗格文登岛 而这天正巧是4月5号复活节 所以被称为复活节岛 50年后 西班牙航海家 菲利普·刚萨雷斯登岛 在岛上输了三个十字架后就跑了 直接宣布这个岛属于西班牙 从此 这个不足3000岛民的小地方 噩梦开始了 欧洲的船只每每路过 都要上岸抓两个强壮的汉子去卖钱 1862年 从秘鲁杀来八艘海盗船 几乎抓走了所有能干活的男人 然而抵达南北时仅剩200人 后来在社会的强烈谴责下 秘鲁把存活下来的15位岛民放了回去 同时也带去了天花 1868年 英格兰皇家军舰抵达复活岛 此时岛上只剩下几百位岛民了 并且岛上的首领已改姓基督教 于是非常虔诚地把这座雕像送给了英国人 当然 这只是英国人自己说的 1869年 英格兰皇家军舰返回伦敦后 雕像被送给了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后转赠给了大英博物馆 如今 智利经常会向英国追讨 因为这件雕像太珍贵了 这件雕像的背后 映刻的是复活节岛上的历史 并且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荷瓦和卡纳奈亚 复活节岛也叫拉帕努伊岛 是南太平洋玻利尼西亚群岛内的一个小岛 与世隔绝 离它最近的大陆便是智利 公元1200年左右 复活节岛上的人口接近1万人 400多年后 复活节岛的人口达到近2万 随着人口的爆发 岛上的特产棕榈树被直接砍到灭绝 没了树 造不了船 捕不了鱼 鸟也没办法下蛋 直接导致岛上的生态系统崩塌 岛上的原始信仰靠不住了 又发展出另外一种信仰 被称为鸟人崇拜 大英博物馆中的这件石像背后刻的浮雕 正是记载了鸟人崇拜的过程 复活节岛的雕像 也叫摩埃石像 目前已知岛上一共发现近1000多个 我们知道的摩埃石像 基本是长这样的 其实还有埋在地底和未完工的是长这样的 最近的考古发现 摩埃石像真正应该是长这样子的 复活节岛的摩埃石像 至今仍有五大谜团未解 第一 这1000左右的石像是如何打造的 第二 建造这些石像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 便是这些石像是如何搬运至岛上各地的 第四 石像排列的阵法又有何意义 第五 戴帽子的石像 几吨重的帽子又是如何放上去的 1939年 英国人在萨福克郡考古挖出了一条船墓 正是萨顿湖陵墓 这是公元70级 暗格鲁萨克逊人的亡灵 这艘长27米的船墓里面 装满了来自拜占庭 亚历山大港等地方的金币 以及大量的武器和镶嵌珠宝的饰品 还有来自叙利亚的丝绸 北非的碗等等 其中里面最著名的便是萨顿湖头盔 被誉为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 暗格鲁萨克逊质宝 萨顿湖头盔 处子的时候虽然腐蚀严重 但是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眉毛 鼻子甚至胡须 以及眼眶上残留的红宝石 整个面部元素融合飞龙的造型 飞龙是暗格鲁萨克逊文化中的战争守护神 如此精致的头盔 显然不是战争用品 而是王权的象征 公元前55年 凯撒大帝将英国土地收入囊中 英国人的文化从此有了质的飞跃 基督教也正是此时开始传入英国 古罗马对英国最大的影响 最直接的就是英语 26个字母正式起源于古罗马的拉丁字母 公元406年 罗马帝国内乱被迫放弃英国土地 昂格鲁萨克逊人野蛮的入侵英格兰 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他们的黑暗时代 萨顿湖林木的发现 证明昂格鲁萨克逊人 并非是原来认知的野蛮人 出组的这些器物 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贸易网络大的惊人 甚至还能制作出如此精细的头盔 昂格鲁萨克逊人入侵英国后 建立了非常多的小王国 最后形成了七国鼎立的局面 很多人认为 这件萨顿湖头盔的主人 正是七国中东英吉利亚的国王雷德乌尔德 最终最西边的维塞克斯王国 打败了其他六国 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所以现在的英国人普遍认为 他们的祖先正是昂格鲁萨克逊人 而维京人和罗马人都是侵略者 刘易斯棋子 可以算得上是大英博物馆里最网红的宝贝 在大英博物馆的商店里 他们是卖的最好的文创产品 1831年 这些有趣的表情包棋子 在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中的 刘易斯岛上被发现 当时一共发现了82枚 大英博物馆买下了其中的67枚 刘易斯棋子高度都在8厘米左右 就用海象牙齿或金鱼牙齿制成的 是雕工极为丹蒙精细的国际象棋子 他们的制作时间大概为公元12世纪 刘易斯棋子虽然是在苏格兰被发现的 但是他却是维京人的产物 因为在12世纪的时候 刘易斯岛正处于挪威维京人的统治之下 也就是说 凶猛强悍的维京猛男们 竟然还有这般细腻的小乐趣 伊费古国位于现在尼日利亚西南部 是非洲雕刻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伊费国王头像是13世纪 尼日利亚艺术鼎盛时期的代表作 并且是用施腊法制作而成的 雕像的面部形象和装饰珍珠的王冠极为精致 面部则覆盖着纤细的刺花纵纹 这种花纹是非洲黑人雕刻独有的特点 如此精美的雕塑可以看出当时的非洲艺术家绝对不一般 1897年 英国军队攻破了位于如今尼日利亚的贝宁王国 掳走了大量古代珍品 总数超过1万件 这些珍品如今大部分都在大英博物馆 少部分则被合理分配到其他博物馆 如布里斯托博物馆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博物馆等等 还有不少远渡至新西兰 美国和日本等国家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尼日利亚每天都在呼吁侵略者 返还当年从贝宁掳走的文物 2022年 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耶稣分月 分别将青铜鸡与青铜国王头像 正式还给尼日利亚 古罗马时期 曾有一只犀牛来到过欧洲 著名的古罗马作家普林尼 在他的著作《自然史》中提到过 并表示这家伙是大象的死敌 1515年 印度苏丹为了讨好当时如日中天的葡萄牙 将一只重达两针的犀牛 花了足足4个月的时间 通过海运弄到了里斯本 德国画家丢勒开心极了 带着画板马不停蹄的赶来 还没到犀牛就挂了 丢勒非常懊恼 到处打听 最终画成了这幅背上长鸡脚 身上劈盔甲的犀牛 从此欧洲人心中的犀牛就长这样了 丢勒是德意志最伟大的绘画达人 精通各种技法 丢勒就像一台行走的人肉相机 他的画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实和逼真 这幅木刻版画犀牛 线条虽然密密麻麻 但却极为清晰 比如他的名作野兔 细致的可以数清楚身上的每一根毛发 同时他又是解剖学高手 所以也被称为德国的达芬奇 丢勒除了艺术牛以外 还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 他之所以把这幅犀牛做成木刻版画 就是看中了他的商业价值 他确信渔民们一定会喜欢 所以大量印刷 果不其然 疫情推出全网爆红 直接卖出近万张 睡着时做梦都笑醒了 任何一个人 看到这幅画就知道是日本 这便是日本超级IP名画 神奈川冲浪里 神奈川冲浪里 其实是版画印刷品 在江户时代卖得非常便宜 大概也就一碗一蓝拉面的钱 关键是非常非常畅销 据记载 神奈川冲浪里 一共被印刷了8000多幅 如今还建在的仅仅只有10幅 大英博物馆就收藏有3幅 神奈川冲浪里是日本服饰会大士 葛氏北斋的版画集 《赋月36景》中的其中一幅 《赋月36景》描绘的是葛氏北斋 从日本的36处不同的地方 眺望富士山的景象 神奈川冲浪里 描绘的则是在神奈川 透过层叠的浪花远眺富士山 神奈川冲浪里 虽然是日本服饰会的代表作品 但这幅画里面却包含着大量的欧洲元素 日本早期绘画因为受到中国画的影响 不讲究透视 而这幅画前景后景 渔川的透视效果却非常有纵深感 这是因为葛氏北斋长期研究欧洲绘画 并且这幅画中的主色调蓝色 用的是来自荷兰的普鲁士兰颜料 1853年 美国用大号公开了日本的大梦 神奈川冲浪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流入欧洲 有意思的是 这幅画来到欧洲后让西方诸多画家都灵光一闪 尤其是法国的印象派大师们 比如莫奈的甘草堆系列 以及梵高最出名的那张星空 1963年 英国修改了大英博物馆法 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归还文物 197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 关于禁止和防范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 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迄今已有90多个国家批准加入 是目前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重要国际公约 1995年 又通过了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2003年 大英博物馆250周年之际 时任馆长罗伯特·安泽森表示 大英博物馆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 它是超越了现代国界和文化混合 文物回归之路 任重而道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